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文昌講古經的11月15日 一至四都有我們的節目 今天是星期三 跟大家跟進一下 美國方面的通脹數據 剛剛公布 美國勞工統計局 10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CPI按年升幅 回落到3.2% 9月份是3.7% 3.2%的升幅 是低於市場預期 市場預計是3.3% 按月來說 CPI可以說沒有增長 亦都低於9月份 按月升0.4% 和市場原本預期 都有0.1%的升幅 如果期內 撇除食品和能源 的核心CPI按年增幅 就跌了0.1% 也都低於市場原本預期的4.1% 只有4% 所以看到的通脹方面 確實是有進展 所以數據一出之後 美股就非常之興奮 道指 昨日列口高開200點 最多升到600點 見過35,000邊緣 34,931點 標普500指數也升2.2% 當中埋單計數 道指都可以升489點 而納指方面 升科更加明顯 科技股對於息口特別敏感 最終納指都升到2.4% 標普500指數就升1.9% 也都帶動今早整個亞太區市場 都是普遍做好的 日本股市是升超過600點 日經指數從上33000以上 近兩個月來第一次 另外 恒指也都升超過500點 亦都創了一個星期以來的高位 而國指方面都升2.7% 所以基本上 連內地A股都有1%不夠的升幅 所以整個美國的通脹消息 反而是最帶動到全球的一個鼓匯 當然 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這個通脹數據 確實是超過市場預計的下行的話 亦都意味著 聯儲局 很可能就會停止加息 亦都令到風險資產可以透透氣了 所以難怪今天整個市場都會比較興奮 根據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Fatwatch 聯儲局的觀察工具的數據看下去 現在市場已經不會再預計 聯儲局會在12月或1月加息 亦都即是說 今個加息周期目前市場已經認為告終了 因為明年3月現在是有接近三成的機會會減息 而明年5月減息四分一Lay或者以上 亦都已經機會去到六成了 是星期一的一倍Double 所以你看到的數字都看到的 市場已經是開始倒了 明年聯儲局最快會在5月、7月、9月和12月減息 合共會一Lay 之前市場原本只有預計減四分三Lay 而預計減息速度加快 也都令到美匯指數跌到104 令到美元都回落 同樣對利率敏感的美國兩年期國債知息率 也都由5Lay跌到4.84L 美國十年期國債知息率更加跌穿4.5L 這是九月以來的第一次 所以可以見到的 這個數據非常之重要 令到市場已經有徹底的變化 在觀察上 當然了 如果一直留意著我們文昌港股經 都知道我們的看法 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在今年第一季的時候 我們都調整了我們的看法 基於美國的通脹數據的黏性 特別是經濟的強環 我們估計聯儲局可能會再加多 去到5Lay25到5Lay半 就會停止加息 之後我們的看法一直都沒有變 七月份我們也都重新 都跟大家都強調了 現在成為了一個現實 華爾街日報的聯儲局方面的記者 Nick Timmeros也馬上發表這個報道 提及美國通脹降溫可能終結 聯儲局加息進程 因為十月份的通脹降到3.2% 其他潛在價格壓力也緩解 也就是變相完成了歷史性加息 目前就業市場和整體經濟仍然穩健 聯儲局經濟軟在六個目標應該可以實現 報道也引述 Vilmington Trust 首席經濟師 Luke Tilley 也說 通脹根源在迅速消失 大量消費內的價格 正是向著所需要發展的方向走 新車、二手車、機票回落 住屋成本增長也放慢 上個月的物格變動裡 整體CPI佔比最大的住宿開支 按月升0.3% 這個增幅是九月的一半 二手車和機票價格也是下跌 另外紐約聯儲銀行的調查 也顯示十月份消費者一年的通脹預期 也由九月份的3.67%降到3.57% 三年的通脹預期就維持在3% 開圓證券的經濟師何寧就說 十月份的能源項目同比跌了4.5% 跌幅比九月份的確大了4% 所以通脹數據大幅降溫和能源價格 有很密切的關係 食品方面也是比九月份跌了0.4% 同比只是升3.3% 連續十四個月下跌 整體來看 十月份核心CPI同比也是繼續下跌 環比增速也是向下 回落的傾斜率雖然比較慢 但是下行的趨勢並沒有改變 何寧認為 從能源和食品的價格背景看 總體通脹會繼續下行 核心通脹雖然核心商品有上行壓力 但是核心通脹下行的速度即使會放緩 但是十月份或者有機會略略反彈 但無論怎樣都好 看下去聯儲局之後加息的空間已經是比較有限了 他認為大概率已經結束了金輪加息週期 東吳證券的分析師圖村也認為 十月份的數據是否代表通脹不需要擔心呢 因為八月份舊金山聯儲銀行三藩市聯儲局方面提出了 需求驅動營和供應驅動營的通脹 目前供給和需求似乎未能夠為通脹提供解答 但如果看非洲其性的一些因素的話 醫療保健服務似乎是幾關鍵的 在非洲其性的通脹裏面佔比比較重 而非醫療保健服務對通脹貢獻 已經由2022年的封值3.3% 快速跌回到九月份不足1% 而醫療服務貢獻未見大幅回落 也意味著美國需要在工資通脹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因為工資成為了醫療價格上升的核心 畢竟目前教育和保健服務的職位空缺仍然緊張 10月份的薪酬水平下跌或有部份汽車工人罷工影響 所以短期都要留意工資的增長 在美國方面會否成為一個變數 圖書也提醒即使對聯儲局不會再加息 但是利率在更加高位置都是目前市場預計的看法 華泰證券分析員逆緩也強調 現在10月份通脹數據或之前公布的飛龍數據 都看到美國經濟動能已經減速了 但是即使聯儲局繼續加息的可能性比較小 2024年美國的增長動能也會繼續降溫 2024年下半年增長可能會接近零 所以2024年9月份聯儲局才會第一次減息 全年會減息75點子 華泰證券的看法也是市場原本的 即是明年會減四分三厘的看法 而瑞銀和摩根士丹尼也有類似的觀點 認為通脹降溫和經濟停滯 聯儲局將會在2024年大幅減息 瑞銀預計聯儲局將會在明年三月開始減息 現在市場推前的時間表 原因是因為美國經濟到明年第二季 將會劃入衰退的預期 所以會導致聯儲局大幅減息 利率會以寬鬆週期的典型步伐大幅下調 瑞銀的估算亦非常進取 認為聯邦基金利率將會減到2.5-2.75 即是比現在的水平割一半 這是現在市場預期的一倍以上 所以是一個非常之異常、非常之突出 你都見到很多被彭博等等 都有很大篇幅的報道 因為這是現在絕對不是市場的共識 瑞銀說過去30年的寬鬆週期 除了日本之外的G10集團央行 往往在15個月內平均減息3.2厘的寬鬆力度 會遠遠超過目前的市場定價 另外摩哥士丹亦預計 隨著通脹降溫 聯儲局會在明年大幅減息 不過大摩認為美國經濟應該可以軟著陸 他們估計聯儲局應該在明年6月開始減息 這是現在市場的共識 並且在9月再次下調利率 然後明年第四季開始 每次會議都會減4分1厘 去到25年年底才將政策利率降到2.375厘 即是說接近瑞銀明年年底的估算 即是說現在大摩認為減息路徑會逐步逐級落 才會到瑞銀估計 即是25年才到瑞銀24年的附近水平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瑞銀其實是蠻瘋狂的 反觀高盛認為聯儲局應該會減息比較少 要到明年第四季才減息4分1厘 並且在26年中之前每季才減息一次 才減息1.75厘 所以利率最終是介乎3.5厘到3.75厘 這個與聯儲局的預測是比較接近的 聯儲局的點陣圖 Dotport的預計是說政策利率 將會在25年年底降到3.9厘 不過大家都知道Dotport的參加價值 因為聯儲局很快便會調整他的想法 但目前的情況對於看淡聯儲局減息的對沖活動 他們就吃虧了 因為彭博都顯示到 11月1號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厚喊喊喊 暗示完結緊縮週期的情況 令市場興奮 但興奮完無久 鮑威爾之後又再次放鷹 但對市場影響縮小了 但剛剛這個CPI數據已經令到美國國債利率跌了20點 所以這裡已經顯示到一些空頭 一些沽空盤開始頂不順了 高盛數據說短線量化投資者過去一個星期 買入了1000億美元的全球股票和債券 看到投資者應該已經不再相信聯儲局之前的說法 那些鷹味的言語 正確來說 我們總結了 我們對於今年聯儲局加息的方向 預測是準確的 展望明年 我們都估算聯儲局也會減息 因為目前的高利率對於美國的經濟 也會帶來很大的緊縮壓力 加上不要忘記 拜登總統都要準備連任 所以聯儲局方面在政治上都要有所作為 我們都估算聯儲局應該會在年中開始 年初應該都要看一看數據 聯儲局都很關注自己的公信力 先看一看數據 因為10月份的數據很漂亮 但11月12月可能會有輕微的CPI核心 有一點點的反彈 這個時候聯儲局又有些時間 可以偷一偷的時間 就說要觀察一下 所以很可能要去到年中 聯儲局才會首次減息 減息幅度應該都可以達到市場的預計 即是說可能四分三 暫時我就不是有一個很清晰的想法 因為我都要看一看實際那個 市場發展 但是你說美國的經濟會陷入一個衰退 這樣的機會其實是低的 目前看下去 除非有些什麼突發事情發生 但基本上 油價我們都估計升不起 這個大家聽回我們文春講古經 一直的想法 一直的分析都知道我們那個看法都是準確的 所以照這樣發展下去 美國的通脹和經濟將會逐步逐步軟著陸 所以聯儲局是有空間減息的 而聯儲局完成了今次的加息周期 以及準備減息這個空檔 也都令到風險資產將會有一番作為 當然了 會不會中國方面沉積了這麼久 會不會有一些比較好的反彈呢 基於彈性 這個反而值得大家留意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關注市場的發展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